9月预风来袭水淹土拉市 没水没电包垮这家医院 尽管紧急撤离 仍有新冠肺炎患者不幸往生 水淹道路也高过民宅 2300户受灾 是40年来最严重 两个月过去了 灾区依旧是泥泞难行 安娜亚住在一楼 到现在所有的东西 还是泡在水里 乔治的房子结构也出现问题 但因付不出房租无法离开 回想当时只有两个罐头 可以过活一度哽咽 慈激在当地志工不到十人 且大多住在墨西哥市 距离有90公里远 但从9月开始来回奔波 了解灾民的需求 计划在11月时完成造册 能够在12月进行大型的发放 让大家安心度过耶诞节 大爱新闻 珍珍海之宫墨西哥综合报道